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讲 如果是今天国家给钱让我们干这件事 我们干不起来 因为还有很多空白技术 我们需要拉出两到三年的时间 把这些核心技术解决到 然后才进入工程研制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叫行星探测重大工程 已经列入国家未来的发展规划 正在推动立项 那么在这个行星探测重大专项里边呢 我们有一系列的协调性的项目安排 比如天文一号之后 我们的天文二号就是去我们的去小行星采样并返回 在接下来 天文三号 天文四号 我们会陆续命名在我们火星采样幻回 以及我们木星系探测等等的项目当中 那么这些项目一旦得到国家的批准 还是我前面那句话 我们会按照我们中国速度 争取尽早完成 请不吝点赞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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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